本次为使用Stable Diffusion制作2D游戏建筑的工作流程 主要利用简单的模型 在Stable Diffusion的ControlNet进行形状及角度的控制 再搭配关键词给予AI进行图像的生成 模型使用开源软体Blender进行制作 无需制作很复杂的模型 只需要简单的外轮廓及形状即可 摄影机改为游戏中使用的正视法 调整摄影机角度为游戏中使用的视角 将画面调整为512x512 将灯光调整为镜头光 按下渲染就会获得需要给ControlNet的图像 打开Stable Diffusion UI 使用这各为主风格 点开ControlNet 这边预处理选择检测深度 模型选择深度 将刚刚渲染的模型图放上 记得勾选启用无提示词 可以按下预览看看预处理的效果 点击另一个Control Model 这边要做的是线条检测 预处理点选边缘检测 模型选择涂鸦 将图片放上 勾选起用级无提示词 可以按下预览看看预处理的效果 关键词先布给直接生成看效果 生成的效果看起来有将形体描绘出来 接着开始进行填词 填词的内容将附在影片说明栏里 第一个词汇填上建筑渲染 最好的品质 我希望它生产的是一个木屋 简单的背景 在负面关键词上 填上 简单的细节 坏的艺术品 晚上的环境 按下生成 它生成出了几何体的东西 枪提示词相关性调降 让AI可以多一点发挥 试着把CtrlNet控制器线条检测权重降低 深度权重也降低 按下生成 生成出来的有点房子的样子了 在木屋关键词前面打上 迷你的关键词 再次生成 这次成功生成一个迷你小屋了 但是迷你小屋的光线有些偏暗 打上全局照明 关键词 再次生成 生成出来有笔诀量了 但我不希望有影子 负面关键词上打上影子 如果我们试着将深度关闭 生成出来的将会获得非常多细节的东西 重新勾选起用 将权重降低 引导退出实际条 降 引导退出条 降得太低了 出现屋子的PO面图 回头将引导退出条 升一点 出现绝为完整的屋子了 在这边你可以尝试各种建筑风格 比如我打上日式风格 生成出来的建筑风格就会比较偏日式的 如果是中国风格 生成出来的建筑也会偏中式的 填上北偶风格生成状况 这次把迷你改成矮人 并且希望有点老旧 整体建筑风格就又呈现另一种风貌了 接着后面尝试更换各种不同的造型 接着后面尝试更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